范迪冈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2月6日来到圣伯德鲁大殿内庇护神父和莱尔布尔多神父的遗体前祈祷 这两位圣人的遗体从2月5日至11日在大殿内的教宗祭台前展出 供慈悲喜年朝圣人士瞻仰 教宗与信友一起诵念了玫瑰经 又诵念了圣伯德鲁大殿总督科马斯特里书记撰写的祈祷词 其中一段是 庇护神父请你帮助我们在十字架前哭泣 在天主之爱前相信他 离开大殿前教宗问候了圣伯德鲁大殿多团体的一些信友和家不遣会事 谢谢 感谢观看